雷电是大自然中一种雄伟壮观而又有点令人生畏的放电现象 当雷电击中建筑物或树木时会引发火灾、爆炸等事故 当人被雷电击中轻则导致烧伤、昏迷、严重的甚至会引发死亡等严重后果 据气象部门的资料统计 我国平均每年因雷击伤亡的人数高达1000人 如今雷电灾害已经成为我国第三大气象灾害 种种新闻事件让我们了解到雷电的威力不容小觑 据了解一个中等强度雷暴的功率可达1000万瓦 相当于一座小型核电站所输出的功率 那么如此威力巨大的雷电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天空中的云层距离地面上的人和物都有着一段不小的距离 而通过了解我们发现雷电一般发生在云层之间 那么身躯高空的雷电为何会对距离遥远的我们造成危害呢 我们都知道在闪电之前天空中都会飘着很多的乌云 那么乌云在移动的过程中就会摩擦产生静电 就会像这样 在产生静电的时候呢 在云层的下端就会产生一层的电荷 这个电荷有可能是正电荷 也有可能是负电荷 现在呢我们先让它产生一层正电荷 然后呢相应的在地面上 根据这个云层的这个阴影的投射的这个区域呢 会产生一层负电荷 但是呢由于这个乌云在不断地运动 那么这个正电荷是不断地积累的 就像这样 那相应的呢 底下的这个负电荷也会不断地积累 一旦当这个正负电荷的厚度 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正负电荷之间这两个小手拉上了 那么这个时候它这个电啊 输电的这个线路等于说就打通了 正负电荷连接了一块 这一瞬间就会产生一个非常剧烈的闪电 这就是雷电会从高空来到地面上的原因 这就是雷电荷连接了一块 webben